PFTV 东京都已经确诊了4152个人 然后全日本是确诊了14000以上个人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每天还是确诊人数在100人左右 所以就没有见有一个下降的势头 最多的时候一天好像是有超过200人 4月中旬的时候 日本政府是要给每家每户分发两个布口罩 那你收到了布口罩了 我还没有收到 为什么呢 是因为前几天新闻说 有21万个不良品 所以是现在停止发放布口罩了 岁底日本政府是给全国国民 包括外国人 除了旅游签证以外的外国人 都会有每个人10万日币的补贴 对这个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解了燃眉至极 除此之外呢 因为最近这个疫情的势头不减 所以日本政府在前两天宣布 我们这个紧急事态要延迟一个月 那具体解除的时间呢 还没有确定 那我们都是学生 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上学的问题 其实从二月底在北海道 就有很多学校开始停课 然后现在乃至全国 大家都是处于停课状态 到了四月底 各个学校开始陆陆续续的开课了 我们就通过网络进行学习 那你觉得在网络上课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 在家就是休息了 对 然后要去上课就提不起精神来 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家里面上课的时候 比较容易讨神 讨神对 对我们也是见到老师同学还是很开心 那隔离的这一个多月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隔离在家真的是什么都不做 不怎么学习也不用去上班 然后导致我就没有工资了 没有工资就没有钱 进入紧急事态开始 然后政府就要求很多娱乐场所啊 服务业要求他们就停业 所以有很多公司 然后就包括茉莉打工的地方就休息了 这样的话像我们这种兼职的人员 没有补贴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当然每一个公司和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 像我打工的地方是有一些经济补助的 就我们平时工作平均工资的60% 虽然钱不多 但是也是雪中送炭 就是解决了我们现在这个困境 那茉莉你这个月没有工作没有工资 那你的生活费怎么办 我啃老吧 我就是父母给我寄这样的 因为现在的状况下 我觉得安全上来看还是不要出去打工比较好 这个时候那就没有办法 确实现在在日本还是有很多企业 是不休息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吗 疫情是很危险的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是尽量不要出门 虽然现在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前两天我和Yuki去学校领取了国家发放给留学生的健康包 然后也有国内的朋友给我们不远万里寄口罩过来 然后寄吃的寄口罩 对也非常感谢父母给予我们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 让这段日子不是那么的难熬 虽然现在我们国内的疫情已经缓和了很多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注意防护一定要多锻炼 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食品 千万不要生病 我们在日本也会保护好自己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对日本的时事或者疫情还有什么想了解的话 欢迎大家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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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